排电影之中的武打女星 排名部分先后 上榜全屏本是 第一位 李莉莉 在上市的电影中 以武打片最为出名 李莉莉从小就骨骼惊奇 凭借着聪慧的天资 在14岁的时候 便进入到邵氏集团 在电影《红西观》中 她的马波扎得十分了得 在面对李莉莉的二字前央马 就是《红西观》来了 也分不开她的双腿 为此《红西观》 还去请教李莉莉她爸 该如何掰开她女儿的大腿 看着两人猥琐的笑容 屏幕前的你知道该如何打开吗 别瞧我 没有用 好 我就再来试试 你 你 这样子不算 还说不算 已经分开了 在失地出马中 她出演了元彪的姐姐 一套裙子供舞的行云流水 出神入花的腿弓 直接把成龙踢到飞起 第二位 郑佩佩 多数人对她的印象都停留在 唐伯虎点秋香中的华夫人 其实这并不是她的高光时刻 你要知道 郑佩佩在当年 可是上市的武打皇后 当她和李小龙合作的时候 新鸣还在跑龙套呢 凭借着大醉侠这部影片 让她一代女性的身份 广为人知 品中正配配女扮男装的经验子 将侠客精神 体型的淋漓尽致 尤其是独斗群贼的时候 她俩酒坛 竹筷 板凳 折扇 以及同情运用的恰当好处 给人一种耳目异性的感觉 一时间 她成为香港饮食圈里 赤手可热的武打女星 之后 因为结婚生子 她隐退江湖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为了生计 她又重出江湖 于是就碰到了 丹红的周星驰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 一天之内会武功全世 经脉逆流 胡思乱想 而至走火入魔 最后会血管爆炼而死 没有错 而吃了含笑半步店的朋友 顾名思义 绝不能走半步路 或是面露笑容 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 实在是居家旅行 杀人灭口 必备两要 原来黄夫人 踩着直播带火街的鼻祖 和新银的商业护锤 实在让人佩服 第三位 杨子琼 她被称为女版的成龙 同样是在用生命在拍戏 在《警察故事3》中 她更是挑战自我 她不仅吃手空拳的挂着一辆卡车 还驾驶着一辆摩托车上了火车 这些惊心动魄的场面 仍然迅速进入大众视野 当大的流浪小花 根本没资格和她比 在电影《安静》中 她有一段 从18米高的桥上 往下跳的镜头 虽然电影中又帅又刺激 但是在拍摄的时候 直接导致她颈部脱胶 肋骨骨折 差点使她终身瘫痪 可以说她是在拿生命拍戏 也正是因为她和成龙一样 很多保险公司 把她拉入黑名单 谈点影视中的武打女性 排名部分先后 上榜全品本身 第四位 杨丽金 杨丽金被称为 杨子球的接班人 人不但长得漂亮 打气动作也是十分的潇洒 在皇家事件中 面对突然出现的杰匪 作为一名警戒 她霸气地撕开自己的群角 将杰匪踢倒在地 脚尖的身手将让船长长丝的眉腿 引得路人围观赞叹 凭借着萨爽的英姿 拳拳到楼的打气动作 很快她就走出一片 属于自己的天地 然而打气这条路可不好走 身体受伤那都是墙场变翻 为了打气的真实感 她从来不让对手怜香惜玉 曾经被对手一脚踢飞 疼得她差点晕血过去 因为金银 就连最硬的膝盖出的骨头 至今都是凹陷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上的暗伤无数 从而导致她退出影弹 安心配合治疗 第五位 惠音红 惠音红也被称为女版成龙 她是洪家大师刘嘉玲的弟子 有着非常扎实的功夫底子 虽然不会特别厉害的功夫 但是误打招式特别足 在八宝骑兵中 她展现的拳脚非常厉害 就连乌鸦哥都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 在长辈中 她身穿旗袍黑丝 当即被几个无赖调戏 虽然穿着旗袍高跟鞋 但将人美功夫棒挺心得淋淋尽致 满皮的大长腿又美又性感 风情中透露着霸气 杨盼盼从小学习精气和武术 所以她在很多公务片中的动作都非常完美 多数人对她的印象还是停留在 射雕阴行传中目念此一角 当时她才24岁 一朝一世展现出深厚的功敌 随后她又出演多部舞打片 各种打戏信守年来 从来不用替身 凭借了专业的演技 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在《皇家飞凤》中 她大战敌威 动作潇洒有力 面对心狠手朗的敌威 根本不怂 带着姐妹一牙还羊 将敌御炸得粉身碎骨 盘点仪式中的舞打女星 排名不分先后 上榜全品本是 第七位梁争 梁争可谓是 很多宅男的女神 什么风格都能驾驭得了 在经典老片黑帽中 她穿着黑丝 梳着短发 身材火辣迷人 而这也引起了一位壮汉的注意 面对壮汉的调戏 梁争欲行故踪 趁其不备 将她暴揍了一顿 然后准备离开 结果壮汉又起身袭击 两人扭打到快餐店 老板为了阻止两人逃出手枪 但两人打得水深火热 乱战中 老板被撞晕 壮汉被梁争一枪打死 第八位 圆秋 圆秋的包租婆形象深入人心 虽然颜值和上面几位相比 差距有点大 但是在打戏上 丝毫不输杨子雄 即使圆秋在年轻的时候 颜值必不差 虽然算不上风情万种 但也算一枚佳人 在功夫中 包租婆更是一战风神 一记十何弓 合得天残地缺 就连二十指琴魔都不是对手 成为一代经典名场面 第九位 黄秋燕 她是中国著名武术运动员 十一岁开始许武 十三岁进入北京专业武术队 双剑弄枪都不在话下 她是李林杰同门嗜血 同时也是她的前妻 两人在少林小子中的对打 行云流水 一掌一式 惊险武术精髓 深受观众的喜爱 成为了影片中的经典名场面 凭借着敏捷的伸手 也让黄秋燕成为一代功夫女侠 收获了不少的粉丝 但谁也想不到 她的职场得意 情场却受到挫折 她和李连杰分道扬镳 是很多人心中的一男品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这些女男性在你心中 谁是第一 欢迎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 告诉我们 如果你喜欢 就请你点个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